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我說說,友邦保險AIA 2024年第一季的業績 一種業績因為好過大行的預期 所以上升了7% 如果你計算兩個禮拜之前 曾經跌到最低45元 有26%上升 如果你記得的話,過去一個月都不停叫大家 進入友邦,當時大家都可能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可以說是價值投資的精髓 當然如果你遇到一些 所謂的摺飛刀的情況 你當然不要扯下去 但是在沒有任何消息 而他出了全年業績 是英俊的情況下 都這樣跌,再加上 就是那間公司不停自己接貨的情況 這個就像超市大便賣一樣 你能不能夠撐到呢? 不同於超市大便賣 通常超市大便賣 一兩個星期之後 就會反映真實價格 除非你是電器 電器通常不斷下跌 然後有新產品推出 扯死了舊的產品 而價值投資 它可以 好像AIA 兩個星期就反映了26% 但是也可以 小水長流一輩都反映不到 市場 就是有這麼多變幻莫測的情況 和持份者 大部分持份者 看不到價值的時候 它同樣都會很困難地 反映到那個價值 在當中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如果 兩個月前 其實AIA 就65元 現在還未回家鄉 再不要計 一年前 它87元 現在連尾燈都未見到 那究竟 假意時 例如出了第二季 第三季 業績的時候 會不會反映這個價值呢 就需要拭目以待 Again Market 不確定因度 是比起基本的資料 基礎的數據 是更加變幻莫測 Anyway New Business 在第一季 對比去年同期 有31%的增長 在新增的業務價值裡面 去到1.3 billion Margin 更加是由52.3% 提升到54.2% 當中 中國的業務 新增Business 價值有38% 上升 香港有43% Margin 更加是由58.1% 去到64.3% 那麼厲害 當AIA有幫保險 有七成的業務 是在中國和香港的版塊 意味著 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業務 的增長 是沒有那麼變態地上升的 可能 都有Double Digit的上升 可能十多 到20 就已經頂了 那些情況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 contrast 在當中呢 有幾個可能性的 第一 就是我們覺得 中國香港真是吃屎 死到不死 那樣的情況 我們看錯 其實 原來他們的增長 非常之強勁 第二個可能性 是追落後 因為 其他地方 正常地 來到去上升 有時候 Double Digit 非常之厲害 但是呢 之前 中國和香港 都是很弱雞 所以 現在 反彈 扯回頭 第三個可能性 和第二個可能性 可能是 純粹一個延伸 那樣 就是 就是 你有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覺得 買多些保險 買多粉 還是 加住 加多些 本來你可以 月供一百元 現在 月供二百元 Lum sum contribution 下去呢 那就是 當你沒有其他 一些投資的渠道 的時候 沒有其他投資 可能你不熟悉 各方面 更重要 我們看回 中國和香港的情況 就是當樓市 和股市 都 PK 的時候 你又不是那麼想 用些錢 在銀行定期 或者已經太多錢 在銀行定期 你有多餘錢 的時候 你就買多份保險 對為家人 可以有一定程度保障 哪怕 投資 回報其實 非常非常之 暗 都不在話下 如果 如果 這個第三個情況 也意味著 雖然 這次的業績 是好過很多分析員的預期 但是 這個業績 可能 第二季可能都還在 但是 到第三、第四季 就未必會重現 整年計的話 也不會有三十幾%增長 這樣值得去注意 但怎樣算都好 新增業務的價值 以及 年度的保金 Annualize Premium 2.4 billion 上升26% 都是 consistent 1.31 1.26 都是 consistent 我繼續保持 85元的target不變 正如剛才所說 即使 比預期好 但是 要看多一點 consistent 數據 看多幾貴 才能夠確認 原來 中國和香港 真的這麼大潛力 好像公司 他自己這樣標榜 他升得 差不多 另一個原因 就是 因為 他公司再加大力度 來回購 本來 用100億 現在 多20億 變成120億 在插水插下去的時候 除了我追捧他之外 他自己公司 最終追捧他自己 所有分證員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已經不斷回購 去到 昨天 其實還在回購 這也是可能在捕捉時機裏 的智慧 當你 這只是理論 當你 那間公司 是不斷回購的時候 某程度上 增強了 這個投資的信心 以至於 也會 有所 上升 但是 反過來 看過去兩三個星期 他不斷回購 都不見得 有任何人 會增加信心 有些公司 他覺得 會這樣增強信心 他自我實現 Self Fulfilled Prophecy 就走出來 來加注 實際上 他自己可能是虛火 這些 亦都是給街市 需要注意的一件事 所以 對於價值投資 來說 這個就不值得 來去 說 這個就是一個 好東西 除了說AIA之外 適逢香港那邊 都有不少公司 出了這個 業績 都說說 輕微帶過 沒有持有任何公司 純粹是過癮 因為之前都有說過 除了一個國家 他的經濟數據 GDP Inflation 消費 各方面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他的企業 用一個側面的角度 來去了解 究竟他是堅定留的 很多東西 或者你可以聞到些微 未來的方向 如何來擺動 第一間公司 就是神華 中國神華 是一間煤電的公司 都是同樣 2024年第一季的業績 收入輕微地上升 0.7% 87.6 billion 而他的盈利 跌幅14% 17.8 billion 最主要來說 為何收入是持平 但是盈利會下跌 就是因為 他的煤成本大增 以至到 overall的margin 跌幅 跌幅的時候 令到收入 盈利下跌 分佈方面 分佈方面 煤的板塊 有69 billion 輕微 上升0.5%的收入 但是 margin 由37% 就收到 到31.5% 這個 因為 他自家的煤 就是賺錢的 但是 他要再額外 在外購的煤 就禁地 游泳 當外購的煤 增加了 的時候 這樣 他在margin 上 就來到去 虧卓 不過 你會看到 他煤的收入 在volume 產量方面 有8.8% 上升 價格 跌幅7.7% 電方面 有5.3% 收入上升 24.1 billion Volume 上升7% 雖然 電價 下跌2.6% 而 用電時間 同樣地 下跌3.7% 其實挺有趣的 用電時間少了 但是 你最後發電 受電量 又多了 只能夠解釋 就是 他雖然 例如 我早了睡 這樣才算 一個家庭的理解 早了睡 但是我平時 狂開其他不同的東西 於是 其他時間 就用多了電 只能夠這樣理解 我覺得 為什麼也好 這樣 他那個margin 都有少少的提升 由15.8% 上升到16.9% 其次 其次 就是 運煤 無論用火車 碼頭 之類 還有煤化工 這個板塊 就是 有5.3%的上升 margin 由31.9% 到34.3% 不過煤 佔它的比重 是最大的 煤 跌幅的時候 整個 整個 都是跌幅 我加5萬 整個數目 不去到整體 有些東西 我理解不到 但是 既然我不持有 純粹 就是嘗試拿一下 它的數據 拿一下 那樣 就不深究 如果 平時 玩開這隻 或者研究開這隻 你可以告訴我 我錯過了什麼 Anyway 中國很多時候 看過經濟的時候 就覺得它很有水分 例如 GDP 增長超過5% 有什麼可能 當然是假的 Overall 它也會說到 它的用煤 或者用電 的量度 是多少 如果單從這間 神華公司來計 你會看到 它的 Warrior煤 是增加8.8% 而這個電 也是增加7% 似乎 似乎 某程度上 不會 過分地差 或者某程度上 反映了 它的水分 不是想像中那麼高 當有人 好像消散 跟你說 實際上 中國的GDP 跌了三成的時候 就算你不相信 它升了5% 那你呢 最多你可能 覺得它清零 或者跌5% 跌三成的 應該是不可信 另外 另一間公司 就是建行 內銀股 2024年 第一季的業績 我也是沒有持有 現在大約5元左右 這個收入 都叫做符合 市場的預期 雖然有少少跌 當你很多房地產 各方面 都是 癢癢癢癢 而有不少的企業 也是 按地游水 也好 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經營困難 也好 這些是一些坊間市場 一些感受 傳出來的一些風聲 各方面 實際上 我們只是知道 恒大和碧桂園 養養衰衰衰 吃尖堆 做到這樣的成績 都算不錯 收入方面 195 billion跌2.8% 至於 next income 跌2.2% 去到86.8 billion Return of equity 股東的回報率 由12.9%跌到11.6% 這些數據都是不差的 如果你分開利息收入 跌2.2% 最主要是 Volume 都不算特別帥 色差是1.57里 比加拿大這邊的回報 就低了一點 加拿大 接近2厘 到2厘頭 Depends on你 哪間公司 非利息收入 跌8.7% 都能接受到 因為 過去 曾經 美國加拿大 有段時間IPO很瘋 或者股市波動很厲害 之後 平靜的時候 去到2023年 Normalize period 都是見到這個現象 所以這個也是接受到的 Expense方面 跌0.6% 至於這個外壞帳 這樣 也都是有 一定程度的下跌 在當中 壞帳率 輕微比上季 跌了一個basis point 1.36% 1.36% 其實都多 Given the fact 你真是 息差1.57% 那你呢 外壞帳 撥地要去到1.36% 那你真的 沒什麼肉食 如果真的 這樣反映出來 很醜 同時間 過去一年的 Deposit 上了儲蓄 上了6.2% 也是很強 債務 借多了4.9% 這些全部都可以的 唯一 你可以說 擔心的 就是 戰爭那裏 中國經常在暗底 供應他的東西 或者懷疑供應他的東西 雖然被人拍倒了 這樣 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 令到美國 制裁 中國的銀行呢 有幾間小的銀行 都被人制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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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呢 是全面的制裁 還是局部的制裁 還是各方面呢 如果制裁的時候 又進一步虧損 虧損 亦都不止 只是 這個銀行 可能影響到整個銀行體系 甚至乎 中國的經濟 雖然這些制裁 又是七雙權 還有你總會有些渠道 如果不是全面全世界 這樣來制裁你的話 你總會有些渠道 來走到 令到那個影響 某程度上 沒有預期那麼大 正如 正如 美國制裁北韓 制裁伊朗 制裁俄羅斯 效果是有 但是呢 亦都不見得特別大的 不過這次我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 它的貨幣 是爆跌了40% Operating cash flow 銀行來說 通常你不會看貨幣 錢來錢去 誰在貨幣 打開銀行做生意 你一定是有錢的 打開銀行做生意 你一定不會拿走所有的貨幣 一定要是貨如輪轉 金如輪轉 金輪發王 這些是賺錢的 所以 你看回加拿大銀行的業績 甚至其他銀行 美國那些銀行 都不會動貨幣 你要去到 例如 你看 政府的 那些 8K 那些 你就會見到 它動貨幣 純粹是會計制度 去需要 另外一件事 就是 銀行很多時候 不會即時收 假設 假設 你那個利息 你那個利息 是 到到月尾才到期 但是 如果 如果我要計算今天 我已經賺多少的時候 今天幾毫 29毫 明天 那你會不會要 約 即是 你一日的利息 是欠了 或者是 應該這樣說 你有29日的利息 要去到明天 才實現的時候 你就要約29天 29天 所以 你如果 只是看貨幣 你就要 剔走 29天的 而你去到 第30天 你才會認識 所以看貨幣 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 問題就是 如果你 那個收入 是 很穩健地持平的時候 你總會 那個貨幣 就算 有一定程度 seasonality 也好 你不會這樣跌 你不會爆跌 你不會爆跌 現在就出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 我既然見到一次跌 那我就 很有懷疑 或者很有好奇的精神 那樣 看完過去 九季的 cash flow 我發現了一個 挺有趣的現象 希望 不會延續下去 那就是 它是由 上年 2023年的 第三季 對比起 就是 year-over-year percentage 還有 dollar amount 就開始 突然間 斷崖式 跌成 30-40% 那種 下跌 我們知道 2022年 就 健康 爆升 這個可能 因為疫情之後 開關 然後 活動 重整 很多人 已經開始 給錢 各方面 債務 重組之後 又舒緩 又拿回現金 各方面 所以是爆升的 然後 就有一定程度 波動 到了 2023年 第三季 突然間下跌 而且下跌 是持續到 連續三季 簡單來說 第三季 第四季 和現在這一季 相對來說 比起之前 是弱雞的 第三季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 恆大和壁桂園 開始又爆煲 開始給不到錢 開始有很多銀主本 開始 就是 那些人 開始斷工 開始叫救命 那個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未至於 好像 也是笑聲 覺得 有20% 全部都會爆煲的 但是 但是 可能 那個余震 會慢慢 隨著歸道 在銀行的業務上 就會來反映出來 可能 要去到 去到 你看到 cash flow 是上回去 或者幾季裏面 Year over year 那個percentage 上回去 你才能夠肯定 那個下跌 是指 住了 不再下跌 這個值得來去 注意 值得來去擔心 哪怕那個房產 不再倒下去 都好 這個是一些余震來的 有見及指 雖然我不持有建行 但是 我自己就會覺得 假如你對中國的投資 有興趣才算 假如你又持有中國的銀行 建行 工行 農行 還是 中銀 甚至什麼 銷行 交行 什麼 那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 或者你趁現在這個機會 覺得業績好像 OOKK 港股油好像 升上去 曾經 超過了萬八點 那你就不如扔課 然後轉一下其他東西 就可能 開心一點 again 純粹suggestion 純粹可能我幾人休天 我自己對這個偉大祖國 沒有信心 這些都可能是 或者我找些東西 其實我沒有任何意願去搶衰祖國 如果可以的話 在股票方面 我都想支持一下他的 有錢賺 可樂而不為 anyway 尽量小心一下 在這方面 或者你自己 有能力的話 你查完 剛才我講過幾家銀行 那個cash flow的現象 會不會有同樣的東西 如果是的話 你就可能 更加 多些確據 來去肯定 這個可能是一個 值得擔心的地方 都未定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股票自己投資自己研究自己賣 自己負責 非常重要 所以呢 純粹個人意見 僅供插貓而耳 你要做好自己的功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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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